老板 来盒烟 什么烟 随便 二十九日池氏集团总裁池墨 以五千万的天价 拍下一颗极品陨石钻戒 据知情人士介绍 这颗陨石钻戒是池氏的祖传之宝 今日来一亮相 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然而罕见的是 今日微博上有网友 晒出另一颗陨石钻戒 居然与天价陨石钻戒 有极高的相似度 大哥 这怎么办 那个 现在这里出人命令 有很严重的车祸 我们在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您快点来啊 大哥 踩那目标不就是那包吗 我直接过去把他抢了 咱们就跑 不就完了吗 你傻呀 没看见那儿有警察吗 我们就一起在外面 看能力来走 然后我 走 先生 你烟还要不要 你烟还要不要 喂 老大 我找到那枚戒指了 什么戒指 什么戒指 老大 你记得三年前那场车祸吗 老鬼手上的那枚陨石戒指吗 我终于找到它了 三年了 它终于浮出水面了 当年你们清理车祸现场不干净 我让了公文报 和那个烧焦的陨石戒指 同时消失 现在这陨石戒指出现了 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当然 当然 那个拿着陨石戒指的人 很可能就是那个 拿着工人包的人 老大 你放心 我会不信一切代价找到它 三年前 他随大学的天文社团 一起到郊外去看刘欣宇 回来的时候的确路过当年的车祸现场 据说那枚戒指也是在当时找到的 怎么是它 老板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你尽快安排在那边 我有预感 它应该就是车祸真相的关键 好的 你尽快安排在那边 喂 好的 老板 人找到了 这个死寒意 帮我的微博涨粉 还非得让我买件衣服做打谢 买什么好呢 这件 这个 这个应该挺便宜吧 你好 小姐 你好 这件多少钱 这件是我们当季的新品 暂时没有折扣 售价五百九十九元 那谢谢啊 等一下 小姐 您今天非常幸运 是我们第九十九位顾客 我们今天店里搞活动 您将享受我们的免单机会 免单 这么小概率的事情 都被我碰上了 这明朗天 还是叫我不要放弃 你等一下 好 韩姨 韩姨 你快帮我查查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找大运了 刚刚我被商场送了 第九十九名顾客 免单了 我待会要去买一张彩票 所以我们可以跳 那帮我包起来吧 好 小姐 不过我们的免单顾客 要帮我们填一份反馈调查 好 小姐 麻烦你了 好 这么厚 都是问卷调查啊 为了给顾客最好的服务 我们将加倍注重服务的细节 请小姐您务必认真填写 这五十页问卷调查 五十页 好 老板 不用着急 我听店员说 她那五十页的问卷 还没有填完呢 为了区区五百块钱 竟然把自己一下午的时间 浪费在那儿了 这个拜金女拜起进来 真是挺多的 坐 看来之前我正是高估了这个拜金女 咱们的谈判价格还可以再低一点 好小姐 我没有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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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迟大爷 好小姐 你想洗刷自己抄袭的罪名吗 那还用说 把这份合约签了 关于隐石系列抄袭的事情 我们公司不打算地追究 和我打算追究 你不想听我把话说完 你不用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迟墨 迟总 迟大爷 我知道你是新盛公司 幕后的大老板 你不会因为我即将揭开 你们的抄袭丑闻 你就害怕了 你就上门来求我了 你放心 我是不会停止网络呼吁吧 因为我不会因为 那一丁点的利益 就出卖我自己 作为设计师的尊严 我要让所有珠宝行业的人 都知道 池氏集团的抄袭丑闻 你池氏集团的老总 迟墨是行业的败类 好小姐 一丁点利益 老板 要不要我追上去跟他解释一下 天价陨石系列钻戒的项目负责人 和随意填写数目的支票 这无论如何都不算是一丁点利益吧 不用着急 他一定会回来再求我 你是怎么想到热搜这一招的 经理 你也觉得这一招特别机智对不对 我的微博访问量达到了一千万人次 我的新疆粉丝也多了十几万人 与时系列抄袭事件得到了足够的关注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的冤情就可以被洗刷 到时候 你真是太年轻 太简单了 什么意思啊 好聪明 用得猪脑子给我想一想 你手里的证据能证明什么呀 既不能证明这设计稿是你设计的 也不能排除这设计稿是你偷来的 更不能排除的是 你利益熏心 一稿两脉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你路还远呢 那 这个 你这样做唯一的后果就是激怒郑宝珠 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他摆明了手里抄 你想啊 你一行业菜鸟 他一行业远军人 你说大家信谁 到时候别说美克拉美 整个珠宝行业都封杀了你 给你醒吧 郑小姐 郑小姐 可不可以给我三分钟的时间 我想跟你聊一聊隐食系列 没什么可聊的 我们现在要去发布会现场 请你让开 但是郑小姐 我 我真的不是唱戏剧 我是清白的 郑小姐 我都是做设计的 你肯定知道 这个发布会一旦召开 对我有多严重的后果 这是郑小姐的原稿设计 请你看一下 死也死得明白 好了 废什么话 走 这个发布会一旦召开 好 进来 老板 怎么样 人联系上没有 现在情况可能有些复杂 那些人这三年来 也一直在寻找 当年木记者的下落 现在好聪明的身份 可能已经暴露了 他随时处于危险当中 老板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 如果完了 可能会有别的变故 不用着急 如果我想取得谈判的胜利 我们还得量他一量 即使他被人盯上了 螳螂不产 黄雀在后 我们正好可以引设出动 可是 他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 他要离开北京 是 郑小姐的发布会一开 他留在北京也没有意义了 他如果离开北京的话 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断了 得想个办法让他留下来 金秘书 你去安排一下 提前见面的时间 再谈一谈会有问题 好的 老板 郑小姐 这件事其实是咱们冤枉了 那位美克莱美的好小姐 原来他跟池先生之间 真的没什么关系 这次的设计稿抄袭事件 他算是挡枪了 活该他倒霉